海马爆 对决独眼老辈 一场复仇之战打响 贝卡斯开局支付1000生命值 发动自己的赖皮卡 卡通世界 社长表示拉胯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来找你吗 贝卡斯显然有些慌 感觉发动卡通世界是个错误 召唤卡通双生精灵 覆盖一张卡 简单结束回合 轮到社长 等等 这是洗牌了吗 社长终于正常一回啊 召唤X加蒙炮 搭配两张盖牌结束回合 贝卡斯抓住机会不断嘲讽 你不是说很快就会结束吗 我让你哼 抽卡 发动神圣的宝牌 效果让双方玩家抽满6张为止 好家伙这不 就是天降宝杂吗 魔法卡降低成本 你们不说 暴风得说呀 舍弃一张手牌 下降手牌中怪兽的两星等级 召唤卡通怪兽 卡通黑魔导女孩 首先是卡通双生精灵 目标是X加蒙炮 不对 他们居然绕到了社长身后 重锤社长的妖子 这里说明一下 卡通怪兽可以直接攻击玩家 还没完呢 卡通双生精灵的效果 对玩家造成伤害时 抽取对面一张手牌 我去 死者苏生被拿走了 确定你千年也没了吗 卡通黑魔导女孩发动攻击 危急时刻 社长一顿嚣张的嘴炮后 发动陷阱卡 攻击诱导装甲 效果更改对方怪兽的攻击目标 只有卡通怪兽才能击败卡通怪兽 所以诱导装甲装备给了双生精灵 生命值降到2900 被卡司果断反击 魔法卡死者苏生 用社长的卡 复活双生精灵 接着发动血的赔偿 以500生命值为代价 再度进行召唤 以双生精灵作为祭品 召唤卡通青眼白龙 因为降低成本的效果 一只祭品就可以召唤 接着还有 直接召唤六星的卡通恶魔 老辈生命值降到1900 此刻 三只2000公里以上的卡通怪兽 让老辈感觉自己稳了 社长双手抱肩 逼格满满 先用嘴炮给老辈一顿喷 而在老辈要缓嘴时 他直接抢过镜头 发动注定一抽 魔法卡黑暗核心 效果舍弃一张手牌 除外场上的一只怪兽 老辈以为社长的目标是卡通白甲 但社长却要给他上一课 舍弃外飞龙 除外自己的X加龙炮 发动魂之解放 除外目的中的Y飞龙 然后召唤Z战车 发动一次元返回 顾名思义 就是把游戏中除外的怪兽返回 召唤到自己场上 出来吧 XYZ飞龙炮 攻击力2800 效果舍弃一张卡 就能破坏对方的一张卡 也就是一换一 换掉老辈的卡通事件 卡通怪兽全灭 最后飞龙炮一炮击败老辈 社长表示自己赢了 他从老辈的牌箱中 拿走了两张卡 二枚的卡 那是什么